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玩摩托世界环球服 我是黄美扬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个 安琪拉的副本开换之后的总 一个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总结吧 就是因为我周三已经用治疗的号 打完了工会的DKP的已经开换完了 然后今天呢又用猎人就DPS的身份呢 打了一个就是金团 不过也算是工会内的金团嘛 就大部分都是工会里的人 就带了几个外面的朋友 所以也比较顺利也打完了 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下 安琪拉副本的这个流程的情况 以及就是说以及对我 之前的那个攻略的补充嘛 因为之前的攻略的话 是建立在我们当时N服的基础上 所以说有很多国服呢 有一些东西有了变化 比如说部分boss的机制有了变化 然后一些情况也有了变化 好吧 我们呢就是说 我会把我的这个骑士和猎人的这个视角呢 就挨个的在 都再过一遍 都讲一下 首先就是小怪方面 就刚进门的这个小怪 这些东西呢 就不多说了 因为小怪方面 基本上没有机制的变化 就机制都不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整个安琪拉副本的难度呢 偏低 为什么我说偏低呢 就是因为 所有的怪物在防御能力上 我说的这个防御能力呢 是指他的血量 护甲和这个玩家 对他的输出的这个效率啊 都有极大的提升 所以说 小怪总体来讲啊 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虽然说机制都是以前的那些机制 但是他们打得很快 比如说那个前面那个四狗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分清 分清四个怪的技能 其中一个怪基本上已经被打死了 所以说整个小怪呢 我就略过不讲了 就整个安琪拉副本的 就包括后面双子 到科兰前面的那个展铃啊 虽然说也很厉害 但是他们的血量也输得输得比较快 然后现在的玩家的装备啊 各种东西啊都比以前要好很多 所以说整体来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虽然说四盏铃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他整体就打起来都还是比较轻松的 好吧 这是我这边的感觉 我主要这边主要是挨个 挨个的就是过BOSS的机制 因为BOSS是比较关键的嘛 好 那我们就说说第一号BOSS 一号BOSS呢 就是说国服已经特别特别简单了 就是说一个字 喳喳 好吧 就血量 就防御能力 我这次不说血量 我说的防御能力 因为防御能力 它包含了血量和护甲 这个之前都说过了 就是说打得特别快 很快就分身 然后分身之后呢 分身的血量也特别低 而且国服 我们知道国服的那个血量 就怪物的血量 是直接可以通过鼠标移上去看 看他的血量值能看出来的 所以现在已经有WA能够快速判定 哪个是主持人 哪个是分身 我还没有装这个WA 但是我把鼠标直接移上去 就能看见他 那个那个就是说 当前我选的目标是血量 一看大概只有几万血 那个就是分身 然后呢 就是可以快速的分辨 主身分身 然后把分身打掉 再打主身 直接就是感觉 老一 老一 你看我们这次打 老一的傲暴也爆了几次 但是没什么伤害 好吧 然后血量又特别少 打得特别快 几乎很快就过了 一号 扎扎好吧 大家基本上不存在难度 我们往后翻 中间的小怪呢 也就略过了 基本上都是 按照我攻略里的机制打就可以了 没什么难度 好吧 然后三号 萨尔图拉的话 一样的 就是小怪死得特别快 那三个小怪 你们大家激活打的话 几乎很快就摁死了 然后boss呢 就是利用 他旋风展的时候 依然是 就是机制没变嘛 旋风展的时候 依然免疫旋晕 不旋风的时候呢 可以旋晕 然后在旋风展的时候呢 替嘲讽 就不管你是用嘲讽 惩戒通缉 群嘲 各种嘲讽 反正就是一堆坦克 穿着替装 围着他不停的嘲讽 然后这个boss就动不了 所以整体来说 也就是个木桩 所以然后再加上 打得很快 所以说三号 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完全没有 我们功力里面说的 什么要保命 要这么的 反正打下来 简直毫无压力好吧 这个就是三号 就这样 然后天堂之路 也不说了 这些怪物的强度 都不是很高 拉的A就行了 然后四号 范格瑞斯就更是这样了 范格瑞斯 我们骑士 我们骑士 因为骑士的大号 工会DKP团打的话 一分钟不到 50秒左右 就把boss打死了 他连蝗虫柱都没出 就直接就 就摁死了 boss直接就躺了 然后金团打的时候 出了两只蝗虫柱 但基本上 boss也死得特别快 就总之 现在的玩家的 输出能力太强 然后怪物的血量 不够多 所以四号范格瑞斯 打得特别快 几乎 一瞬间 他就倒了 好吧 只能说 只能说 这个前面的几个boss 已经基本上是送的 好 到公主 公主呢 还是 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说 打得很快 然后公主呢 一到30%的时候 就是说 普通的团队 留着 留着那个 大技能 就输出技能 爆发技能 到30%再开 然后30% 狂暴的这个阶段 持续时间特别短 所以说现在 就是说 机制还是那个机制 就是30%以后的 狂暴 毒 确实还是挺猛的 但是只要伤害够快 就没什么压力 所以现在的自然抗的话 就 真的可以不穿 就是说 如果你的团队 DPS比较快的话 每个人吃一瓶 那个大自然抗药水 基本上就 不用穿 穿那个自然抗的装备 直接就打死了 直接就输出 就就摁死了 好吧 但是如果你的团队 输出能力 不是很强 或者说 不穿自然抗装备 打不过的话 那就还是把自然抗装备 穿上吧 这就看你们 看你们自己的团队 团队实力 好吧 就是说 如果你们团队实力 比较强 然后又有buff 等等这类的东西 我觉得是不用 穿自然抗装备的 我们打了两次 就感觉很快就 就过了 我的自然抗 有可能都不会被消耗掉 好吧 沙包的话 就另说 沙包的装备 应该会消耗 当然就看治疗的压力 我自己用治疗打的时候 治疗压力 也不是很高 牧师一直导演 是能刷得起来的 好吧 公主 公主就这样 然后五狗 公主后面的五狗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他的伤害能力 伤害能力 对比玩家 现在的装备和治疗能力 是不够看的 还有就是 血量什么东西 也是不够看的 就是说 我们在工会团 在打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 甚至ADD了一只 都还能打过 就是第一只没死 第二只拉过来的 一样都打过 都没灭团 这个的话 在我们以前N服 那种 就是打一只 打一只灭一次的 这种情况 已经看不见了 五狗的话 就大家只要按部就班的 就是说 按照我以前攻略里面 那个机制 就是说 比如说瘟疫 你还是要跑的 对吧 还是跑开 还是要跑的 然后雷霆就印刷 暗影剑的话 就脚下集中 就可以了 然后小怪也不强 伤害也不高 T拉着 然后AOE就A死了 他把这五狗 也变成了 怎么说呢 就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但基本上是 会打了之后 就很简单 然后到双子皇帝 双子皇帝是第一个难点 双子皇帝第一个难点 然后双子 我们DKP团打的时候 第一次用的是单边 单边打法 然后金团打了之后 用双边打法 就是因为 我们第一次打的时候 发现单边打法 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 国服的双子皇帝的 治疗兄弟的技能 变得比较近 就是 他们离得很远 就开始相互回血 所以 素式T不能够做到 像我在攻略里面 单边说的时候 站在中间 两边这样拉 那是个理论情况 在国服比较难 实现实现不了了 就比较难 所以现在 推荐大家在双子皇帝 使用双边打法 就是站在两边的路灯 用两个素式T 注意啊 两个素式T 两个素式T 两个战式T 也就是四个T 去打双子 是比较保险的 然后双子来回 传送的时候 也有一些仇恨上的问题 就是双子的仇恨 变得非常的 难控制 也就是所以说双子 是大家 不管是金章 还是工会团开放 遇到的第一个难点 我们DKP的打 DKP团打的时候 毁了两只血 还是能击杀 就是说对治疗的压力 会比较大 我的骑士 在打整个 安琪辣的开放的过程中 只有在双子皇帝 吃了两名大蓝 其他的boss都没有吃蓝 所以说这个 侧面反映了 一个战斗压力的问题 好吧 当然我的骑士 是吃了合计的 素食和战士的配合 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素食和战士的站位 那个规则 还是按照之前说的 就是说双子会对 你离得最近的人 有一个猝死仇恨 但这个猝死仇恨 没有想象中高 就国服没有想象中高 然后素食梯的拉 拉仇恨的方式 也是跟之前一样 就用佐弱之痛拉就行了 至于素食梯的抗性 我之前也做过 素食梯的抗性装的配装 那么国服我们 拉下来压力的感觉 就是说你在 有个200的抗性 就打的时候 有个200的抗性 就差不多够了 因为治疗就能刷得住了 就是说你有200的抗性 如果扛不住 或者说打不过的话 就不是抗性装的问题 就是你有别的方面的问题 我们两次打都是一次过 一次过的话 素食梯的抗性 就比方说我们第二次打 经常打的时候 两面都有倒替的情况 但是好在德鲁伊带的比较多 能够战服起来 就还是一次打过了 总之双子的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推荐大家用 双边站位 就是我功力里面 做的双边站位 然后战时梯和素食梯 要多配合一下 好吧 然后打法上面 没有什么别的变化 就是说进战跑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给替流足充足的时间 再上 好吧 还有就是治疗 也不要走得太近 然后就是小虫子 也记得不要ADD了 总之双子是一个 第一个难点 就是会压力会比较大 好 然后双子后面的地狱之路的小怪 就我们之前也说了 就是斩铃还是很厉害的 最多的我们依然能够遇到四斩铃 但是四斩铃也基本上不是问题了 就现在的怪物的玩家的输出能力提高了 然后怪物的防御能力下降了 然后打起来还是比较顺利 大家标骷髅 挨个挨个击杀就可以了 地狱之路没什么好说的 基本上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不停的灭团了 好吧 然后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跳怪的方法 就是之后再看看有没有人会找到跳怪的方法 我们这两阵的都是全部清掉的 因为初期的声望 坐骑这些东西都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吧 然后就到了克孙 克孙这个boss真的是比我预想中的要弱很多 就如果你们团队是机制比较熟练的团队的话 克孙应该都是一次过 因为克孙的那个触虚的血量真的是太大太少了 我第一次用治疗还感觉不出来 因为第一次用治疗我死了 就是被buff被那个大地税猎触虚顶死两次 这个就不说了 我用猎人DPS打的时候 因为我在N服用猎人打的 打到克孙打的特别多 就明显的能感觉到 就是克孙的那个 克孙的那个触虚 我猎人一个多重过去 只要暴击了 再接一发普攻 基本上就已经死了 这个在N服的时候呢 是做不到的 N服最起码要打两套技能才会死 所以这个血量大概只有N服的 我感觉只有N服的50%左右吧 我感觉大概是50%左右的血量 总之克孙是比较简单的 克孙就变成了 如果你们机智熟悉 就是说比如红光不会死人 然后那个眼能不会串联死人 那克孙几乎是送的 我们打过了之后 已经感觉克孙能够带5到10个老板都不成问题 好吧 就是30个人打一样很轻松 内场的那些出虚血量也都打得很快 所以说克孙大家不要怕 只要你们把机智熟悉了 是非常容易的一个boss 这个是我整体的一个评价和感觉 好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奥罗 奥罗的话 我们第一次在金团 我们第一次工会团金团打奥罗灭了两次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开始我们还觉得 奥罗应该要放他下地 就带着原来那种比较难的那种战术去打 结果奥罗后来第三次 人家说金团随便打就过了 然后于是我们第三次就直接忙着打 然后工会团输出比较高 就奥罗下地都没出现过 直接就摁死了 就全程就是木桩 就是从开打到他20%狂暴都没下地 然后20%狂暴之后不下地了 然后就直接就打过了 主要是他那个土堆变得不像 第一个不像那个N服的伤害那么高 应该只有N服50%的伤害 我们工会有一个骑士掉线了 然后土堆从他脚底下蹚过去 他都没死 这个就很神奇的现象 就总之土堆的伤害比较低 然后土堆的追人的那个 换目标速度又比较快 然后又比较分散 所以已经不用像我原来 做的那个土里面那种集中跑位 现在基本上不需要 你随便躲躲奥罗 那个下地阶段就挺过去了 挺过去 基本上现在我们金团打是下地了一次 也就下地了一次 后来就直接露死了 就是奥罗现在的这种什么 专利啊 躲土堆啊 已经不是难点了 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在于他的那个沙尘暴裂 对 奥罗的沙尘暴裂在国府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机制变化 就是说 沙尘暴裂打到T的话 会把T的仇恨给清掉 要么是清掉 要么是巨大的减少吧 总之沙尘暴裂就不能像我们在恩福登战术那样 就一直打T了 所以说所以现在要安排远程OT组 也就是让术士去远程OT那个奥罗 让他喷沙尘暴裂的时候 喷到那个OT组那边 专门让治疗去给他加 但是就算这样 因为沙尘暴裂 伤害没有想象中高 所以打到现在装备 现在装备的这些玩家 玩家现在大部分都是黑衣毕业 所以说 沙尘暴裂喷过来死不了 就算你没有治安抗你也死不了 然后沙尘暴裂的释放技能的几率 又没有那么频繁 比如说你大团中了一次沙尘暴裂 对吧 所有人都掉的就剩一丝血 但是他不会吃第二次 治疗给你加上来 然后你再补一瓶小治安抗 下一次还能吃一次沙尘暴裂 所以说沙尘暴裂就算喷大团 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简单 就算OT组没有拉到沙尘暴裂的仇恨 也没关系 好吧 奥罗 总之大家熟悉的团队 熟练的团队打奥罗 就按着打就行了 然后一个OT组在那里 在那里OT 就算能OT到了 OT到了最好 OT不到也没关系 大团吃一次就算了 治疗加好就可以了 好吧 总之把奥罗当成一个沙雕 沙雕木装一只蟒 就是最简单的打法 好吧 然后是小软 小软这个boss是国服这一次机制变化 最大的一个boss应该说 因为我们当时说 小软在N服的打法里面是送的 那确实是这样 因为小软是一个圆形的 然后进来用低晶宫密一轮就全炸掉了 但国服的小软 它分裂之后 它巨堆的时候 它走的是一个 是一个八字形的巨堆的 所以很难一次性全部炸掉所有的小水滴 然后另外就是说 冰霜魔装不起作用 不过这是我们当时打的 后来这两天 暴血蓝铁已经修复了 好吧 所以说这点就不用在意了 就冰霜魔装还是起作用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八字形走位 所以这点暴血改的非常牛逼 不过这也就是说 从之前的炸一轮变成了炸两轮 不对 不是炸两轮 就是说 从之前的炸一轮变成了炸一轮 打一轮 因为你第一次炸了之后 一般炸的比较好的话 小软大概就剩下20%左右的血 或者30%左右的血 那么它第二次分裂的时候 就大概只有四到五个小水滴了 四到五个小水滴 你们所有人都进来追上去打 几个人打一个小水滴很快就能打死 国服的小水滴一个是9000的血量 就是说比原来的 我们攻略里面做的小水滴血量要多很多 然后所以说 现在基本上小软要敲碎它三次 第一次满血敲碎 敲碎之后分裂成20个小水滴 然后我们炸一次 炸一次的话 大概它大概会在一般的情况下 会在20%到30%左右的血 然后第二次再敲碎一次 它会分裂四到五个小水滴 我们把那个四到五个小水滴 就算你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炸弹了 对吧 你可以挨个单点把它点掉 然后第三次 它融合之后就是那1%血的 然后第三次再把它冻起来 然后再敲碎 敲碎然后小软就死了 对吧 这个是它的机制 这个还是可以处理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毒 因为小软会对全团喷那个毒 然后治疗需要大量的解毒 那个部落玩家有萨满 侵入图屯比较好用 就不说了 联盟这边呢 解毒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能穿自然抗的远程 就比如说法师这种 因为你不需要 还是那句话 不需要怎么输出 你就穿 能穿自然抗就穿自然抗 不能穿自然抗就算了 反正总之治疗就是各种解毒 需要足够的歧视和牧师去解毒 然后猎人呢 能开自然抗光环 就开自然抗光环 然后大家最好都要有 那个马勒顿的解毒视频 还有一些其他的能解毒的东西 好吧 最近我知道各个服务器的 那个大毒狼啊 什么东西都卖的比较贵 但那个东西不是必须的好吧 就是说 有就最好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总之自然看药水嘛 还有就是说 马勒顿的解毒视频嘛 还有就是说 现在不是传闻中 黑下蜘蛛的那个毒囊 也可以用嘛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试 我们打了两次呢 都没有用上这些东西 总之就是硬结 好吧 金团打的这次呢 治疗最后确实已经没蓝了 然后我们工会团 我自己用骑士打的时候呢 最后的还好 就是蓝量压力还没有那么大 因为我们也是吃了合计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可能工会团的话 装备也比较好一点 好吧 那这就是小软 小软这次确实是 机制变化比较大 就是说 他的走位变成八字形了 就暴雪在这个方面改了一点 就不让原来的那种 因为原来的那种打法 如果真的不改的话 真的就是送的 就小软这个boss 你冲上去啪一轮炸弹 然后直接就剪装备走人 这个按照我们攻略里 按照我攻略里面说的 那个确实是 有点对不起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安琪拉四十人boss的地位 好吧 所以暴雪稍微改了一下 那其实改了之后呢 依然是可以打的 按照原来的机制打法都没变 只不过解读的压力变大了 大家准备好一点 相应的自然抗 和解读的东西之后 就还是能打的好吧 还是比较简单的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最后就是三宝 因为我们是先把主线打完 最后打支线嘛 三宝这个boss的话 在国服就变得异常的简单了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按照攻略里面说的 把它分开 然后再 先分开 然后再分而兼之就可以了 埃格达就行了 还是一样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它毕竟只是个 二号boss嘛 分开埃格达 打死就完事了 我们两次打 在这个boss上面 几乎都没有什么压力 也没什么好说的 好吧 然后它的注意就是说 二号一样的 也要吃自然抗 最好要吃自然抗 因为它的那个攻卷 也是群体放毒嘛 好了 那总体来说 安齐拉神殿的那个难度 跟我之前攻略中参照的版本 有了比较大的削弱 主要就是表现在怪物的防御力上 而机制的机制变化上 就是有双子奥罗和小软 然后双子的变化 我们前面说到了 就是说它的仇恨和挥血距离 然后奥罗的变化 就是说杀成爆裂会减仇恨 导致它会喷 除了喷剃之外的这些团队 但是应对方法 我们也都说过了 就是盲就行了 好吧 然后最后的小软的变化 就是说它的 就是回味的距离变成了八字形 这一点前面都提到过了 所以说大家 但是基本上都不会带来 特别大的变化 总体的感觉 你看我两个团 我打了两个团 这些开环都算是第一次打 虽然说我们以前是舒适机制 但基本上都是一次过 没有因为哪个boss 特别难打而灭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大家要对相信 大家要对自己 安齐拉的攻略进程 有信心 我预估的话 大概也就一个月 就各百月之后 就是金团也就能顺畅的打起来了 这一点跟当初黑翼差不多 就刚开始黑翼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比较难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 大家都熟悉了之后 打法成熟了之后 金团就随便打 那安齐拉这次也会是差不多 可能稍微这个进度 会稍微比黑翼有所提高 但提高的也不会太高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暴雪 在这一次 副本的难度修正里面 就是把握的节奏 还是比较好的 就不会出现像黑翼那么变当 但是也稍微有提高 但也不会提高到 让大部分玩家参与不了的地步 好吧 所以说暴雪 总体的难度削肉 也在我之前的预料之中 暴雪不可能采用N服的那种高难度 否则对现在的怀旧服打击 有点太大了 毕竟之前黑翼也都比较简单 好了 这个就是我第一周的开放总结 主要是对我做的攻略 有一个补充 好吧 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战术 或者技巧 如果到之后出了 我会再做视频分享给大家 今天这个视频做的也比较匆忙 也就是说我周五打完 打完金团之后 然后晚上就直接就录了这么一段 所以这中间 我自己解说的这部分 以及视频里面原生带的这些 我们当时录视频录制的 带有一些指挥的语言 或者干嘛 我尽量做了一些音量的削减的处理 好吧 尽量给大家带 因为最近几天开放的兄弟会比较多 我从直播里面也得到了较多的反馈 那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大家带 那个开放能够带来一点帮助 好吧 那就祝大家开放顺利 不要忘了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